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伸手对 伸手 这就好了 有帅 跑去吧 上来 现在天气冷了 给他加件衣服 是吧 好 走 快点 快点 走吧 回家 今天用这个农家土鸡 这是老母鸡 包一道汤 非常吃鸡的汤 看一下这肉质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他每个鸡的鸡震 都是已经处理干净了 干的 新的都是在里面 看这鸡黄油很大一块 咱们这鸡黄油用来炒菜 非常的香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 很多粉丝都有思绪留言说什么的 我为什么不卖当地的土鸡 要卖东北的土鸡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当地的土鸡要60块一斤 是毛重 咱们去了内脏跟那个毛呢 应该是2比1 这就合上了90块一斤 就是咱们一只鸡这个白条 就合到了90一斤 但是还没有包括那个优费 还要买那个泡沫香去油 这种呢 成本就要达到了100多 你想一想 4斤多的一只鸡 在我如果卖本地鸡要多少钱一只 一斤成本100块钱 4斤多少钱 那东北的土鸡呢 还不到它一半的价钱 而且口味跟口感呢 完全不输给它 所以说 因为它价钱太高 我当地的土鸡没办法推 现在呢 咱们这个鸡精洗干净了 给它砍一块 这一只鸡啊 是四斤 它们是按四斤一只算的 但是每一只鸡呢 它都多于四斤 有的最高达到了四斤六七两 有一些四斤一两 但是每一只鸡呢 都不低于四斤 但是呢 它就是按四斤卖 多余的部分呢 就相当于装重了 这个浓厚都是比较实在的 大家看一下鸡皮里这些鸡黄油 这是纯老母鸡才会有这种质感 正常的是没有的 这个肉质感都非常棒的 我们用到的材料 叫当归百合福林虫草花 党参黄氏姜片 几个红罩 但是我们下锅前呢 要拿水给它清洗一遍 温水在里边浸泡五分钟 我们先把这些材料啊清洗一下 上面很多浮沉 这个啊 这个啊是正宗农家土机 所以说我们在煲汤过程中 就不需要焯水了 煲汤呢 这些料啊 我已经洗干净了 刚刚泡了几分钟 又清洗了几分 汤要想煲得好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 煲这个汤啊 最少需要三个小时起步 汤炖的越久呢 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和价值越高 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 过年的年夜饭啊 做一锅热汤汤的老母鸡鸡汤 非常的适合 而且关键咱们试试土鸡啊 鲜香无比味道 这个鸡在煲的过程中啊 汤会慢慢的变少 所以说我们要加开水啊 一定要加开水 来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好品质的土鸡 好品质老母鸡 看上面飘这层金黄色的油 这个色泽 这就是土鸡干油的样子 哇 这个味道闻起来都特别的香 吃饭了 好香啊 可以吃了 哇 这个汤真的好 太香了 你看这汤的质感 最后啊 咱们放点盐就可以了 来 我等着鸡香 不觉得它鲜了 真的太香了 一种那个药台的鸡香味是吧 嗯 来 来 吃热喝药 哇 这个汤真的好鲜啊 冬天喝一口温暖的 现在因为这个鸡真的太纯了 嗯 在夹上这些药台一煮啊 这个味道 嗯 太舒服了 大家做这个汤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不要许我这样做 大家把这个鸡肉的砍碎呢做 因为砍碎之后在里边煮啊 这营养成分煮的会更透彻 我为什么整个呢 因为我要视频展示 所以说要整个煮 因为再有一个是 在酒店呢 他们就整个煮 为了第一美观 第二也是好喝 但是你如果是把它砍碎再煮呢 这个鸡汤的浓度会更加提升 再有一个咱们煮汤 千万不能着急啊 我这个整整包着四个小时 咱们最少要三个小时起步 这个汤炖完之后啊 又好喝 营养成分价值又高 一定时间要到位 我再来一碗 我喝完了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太好喝了 哇这汤喝了会上去 都停不下来了 是吧我也停不下来 到第三碗 太好喝了 这个鸡我们就原味吃好吧 好啊 来这个农家鸡原味吃的很香 看起来好香 这原味吃也好香哦 嗯 哇这鸡好香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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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觉得 这种农家鸡啊 你原味吃着有鸡肉的香味 嗯 嗯 一点都不行是吧 嗯 嗯 咱们现在这个农家鸡啊 那个农厚那边跟不上了 每天收的数量太少 现在粉丝已经开始开始了 火跟不上了是吧 火跟不上 他一天就收二三十个 有的是收到十几个 因为现在要过年了嘛 嗯 就是每家每户那些农民啊 他们鸡都留一部分过年吃 只卖几只 他要收后几家 就现在 越往年底啊 他越不好收了 那时候 是 这样子 现在我要用的老机 叫大家有个心做啥 还有心做完 可